大家好,我是麦子词圆的Black 谁是Black呢?请看右下角 这张略带犀利的面容 就是帅帅的Black 大家一定要记住Black,帅帅的Black 好,前段时间同学们学过了PhB 学过了Mansico,学过了Smart 那么我又来给大家教什么呢? 我来教大家使用这些东西 开发一个博客系统 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用过博客了 也上过一些博客 看过别人写我的文章 老师当然也用过博客 那么同学们既然用过也写过 或者也有自己的博客 那么知道博客定义是什么呢? 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呀 我知道,我会用,我会写文章 不就够了吗? 干嘛还要知道,还要定义? 再牛逼一点,我可以开发出博客系统 那么我干嘛要知道呢? 我觉得同学们,这样的想法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去弄明白 你要学的东西的学术定义 学术定义都是很精辟的总结 也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划分 你学了这个学术定义以后 你才能清楚的明白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学术定义 博客又名blog 又译为网络日志 部落格和部落格等 这个是说啊 这个部落格和部落格啊 这个我们可能知道的比较少 这是在台湾那边人是这样叫的 然后后面一段 是一种通常由个人管理 不定期张贴新的文章的网站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它就是来阐述了 博客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由个人管理 发帖的一个网站 那么同学们都用过什么样的 博客呢 大家想一想 有新浪博客 网易博客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清楚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博客 那就是QQ空间 对 QQ空间它也是一个博客 虽然它不叫博客 为什么老师敢说它是博客呢 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一段定义是不是跟QQ空间特别的像呢 这就是老师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学习定义 这就是说他在取一个什么花哨的名字 我们都知道它本质是什么东西 对吧 好 我们知道定义以后 接着往下说 在老师接到一个博客系统 或者是同学们接到 要开发一个博客系统 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 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 是想怎么去写 是想怎么去设计逻辑呢 这到底怎么 第一步应该怎么走 老师作为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开发工程师 告诉大家 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着急下手 千万不要着急下手去写代码 也不要去想里面的具体逻辑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就是来分析这个东西 这个需求 它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什么是主要的东西呢 一个需求什么是主要东西呢 就是比如说博客 它是一棵大树 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大树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它的主要躯干 就是它的主要躯干 如果没有这些主要功能 它就不是一棵大树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博客的主要功能有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拆分博客呢 因为现在我们做博客这行动 可能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有一天我们 见到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需要几十个人 或者有时候需要上百个人来开发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我们猛然拿过来 然后就想着自己去怎么写 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需要去拆分功能 细化细节 然后剔除不合理的 完善已有的需求和细节 然后分工给各个程序员来协同开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一个小的项目 也能我们把它拆分成各个模块 也能非常清晰的理出这个需求里的一些功能开发 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随着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 大家应该可以有所的理解 但是我希望同学们 我讲这么长一段话 这主要含义是什么呢 接到什么样的需求 不管是大是小 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想怎么携带 不是去想逻辑怎么去写 而是去想我可不可以把它拆分 它到底包含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我们怎么去拆分博客 首先怎么拆分博客呢 一听到博客两个词 就是感觉很空很大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好 那我们自己来设计一个 怎么来设计 首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博客 前面的定义已经说过了 博客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博客的核心功能就是发铁 对不对 对吧 发铁 要发铁的话 那么如果没有UZID 是不是我们就没法知道是谁发的铁 对吧 那么由此而来 还有一个核心功能就是 登录功能 又可以说是用户管理功能 就叫登录吧 也可以叫用户管理功能 好 有了这两个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博客呢 这么说也可以 我们可以 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博客 但是呢 这个博客功能还是不够完善 要这么说 这个博客又可以叫成个人日记 那么下一个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博客就是发文章 发文章 让别人看 别人看了通过留言 或者或者是点赞等功能来跟你进行互动 对吧 博客这是他另一个主要的功能 所以说下一个 主要功能就是评论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这三个主要功能能不能构成一个博客 这三个主要功能已经可以很好的构成一个博客系统 如果说同学们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些什么样的系统的话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想再加进去什么 是不是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或者是可以再加一个呢 同学们自己去想一想 好 这三个就是 这三个主要功能就是博客系统的主要的躯干 那么呢 躯干下头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拆分它一下呢 如果说我先让你写一个发帖 你知道发帖怎么写吗 写成什么样吗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继续拆分和设计 对吧 但是在拆分之前 我们来想一想 这几个重要的功能的 重要的优先级 是是怎么样的 那好 我们来看 发帖是不是首先 要有用户的UID 或者是叫UID才能区分出是谁发帖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最重要的功能 或者是先开发的功能 应该是登录呢 没有登录是不是没法开发发帖呢 对不对 同学们 同学们一想 应该能明白 那好 我们再看发帖和评论的关系 评论 评论给谁 评论评论给发帖 对吧 有了帖才能评论 所以发帖的开发顺序应该优于评论 好 这么我们一下一看 我们的开发顺序是不是就理清楚了 好 我们理清楚开发顺序后 那么我们接着一下理他们各个模块是什么样 登录功能不言而喻它应该有一个登录功能 对不对 好 有了登录功能 我们要没照号怎么办 注册对不对 注册功能 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提供一个功能呢 这个东西我们这次就不去开发它 但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一下 大家可能用过微信登录和QQ登录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这是用我的账号登录别人的网站 其实我们在这也是在登录系统下的 这个叫做认证系统 认证功能 但是呢我们今年我们就不开发不涉及到这一块 但是我可以告诉同学们 就是你在设计的过程中啊 这些东西你都想到 所以你在开发的过程中可以预留一些接口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留在这里 好 现在看发帖 发帖 发帖我们想一想能干什么呢 发帖 首先我们可以 是吧 分类发帖 发什么样的一别 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叫心情帖 我今天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个知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知识帖 对吧 分类 对吧 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发一种 我们只有自己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 类似于日记东西 非常隐私啊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隐私帖 也就是说 发浏览帖的权限 就是这个帖子的权限 怎么用好的形容词来形容它呢 就是 嗯 帖子管理吧 叫帖子分类 帖子权限 帖子权限 嗯 好 好 这就是我现在想的发帖的主要功能 有几个分支点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自己想一想 它还可以再加入些什么进去 好 第三个就是评论啊 评论 评论呢 可以设计的很复杂 也可以设计的很简单 我们这边就设计它简单一点 就是单一的评论功能 好 同学们 我刚才就通过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博客进行了几个三块的拆分 这三块下 我又分别进行了一些小的拆分 这个时候同学们看完以后 是不是觉得 我就可以说 可以说豁然开朗 知道我要做什么 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具体细化一些细节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啊 以后在开发的过程中啊 以后在工作的过程中 别人给你一个需求 产品经济提给 提给我们一个需求 第一件事情 不是告诉他能不能做 而是要考虑这件事情 怎么做 比如说可以 我们可以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产品经理过来提一个需求 能做吗 你说等一等 我先想一想 想完以后 进行了一个 我们做了仔细的拆分和分析以后 才会发现产品经理提的一些需求的 优点和缺点 然后我们才不会给自己埋坑 然后我们才不会过大或过小的评估了这些需求 对啊 同学们 好 今天Black老师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老师会讲 博客系统开发的环境的配置和部署 还有一些软件的版本 好 谢谢同学们来听老师来讲的这节课 我是有点犀利 有点帅的Black 谢谢 谢谢 一会儿